地球未来的样貌 将会与今日大不相同 曾经遨游大海中的生物 仅能在博物馆的展示里得以一见 然而孩子们的好奇心不会削减 这些问题我们该如何回答 为什么我们杀害了这些美丽的生物 为什么我们未能拯救它们 鲨鱼是最顶级的掠食者 如同丛林里的老虎 非洲草原上的狮子 它们处于海底食物链的顶端 并能帮助平衡海洋的生态与健康 鲨鱼一旦灭绝 将对海洋生态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人类对鲨鱼毫无节制地大肆捞捕 全球每年共有一亿只鲨鱼被杀害 我们正一步步将它们逼上绝路 在沙巴 鲨鱼的数量已急剧减少 这促使我们应马上采取行动 保护鲨鱼 而此危机最佳的解决方法就是 终结长久以来吃鱼翅的饮食文化 地球未来的样貌 掌控在我们的手上 要扭转鲨鱼灭绝的命运 我们一定要有所改变 在马来西亚 除了沙巴海域以外的鲨鱼 全都消失了 而我相信 沙巴海域里80%的鲨鱼 也都已经消失 一条活鲨鱼 可以带来815000美元的观光收益 那你知道 一条死的鲨鱼值多少钱吗 100美金而已 成立于2015年 沙巴护鲨协会 为延续本地鲨鱼族群的命脉 带来希望 沙巴的愿景就是保护所有 沙巴州的鲨鱼和魔灰鱼 沙巴将会是领头先锋 我们会把州内所有的海洋公园 宣布为鲨鱼保护区 当鲨鱼保护区成立后 相关的法律将会是州法 我深信这是拯救鲨鱼 未来正确的方向 针对濒临绝种的鲨鱼及红鱼 沙巴护鲨协会的工作 共透过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 栖息地的保护 如现有或新增的海洋保护区 第二 加强立法及管制 第三 持续宣导 提高民众和企业的环保意识 观念正在改变 国际与本地的企业逐一表态 不再贩售鱼翅及其相关产品 在2012年 我们意识到鲨鱼面对的困境后 香格里拉集团旗下 所有的酒店餐厅 就不再贩售鱼翅 我们提供了替代食材 所以这个决策并没有影响到 我们的餐饮收益 现今 年轻的一代 知道吃鱼翅 对濒临绝种的鲨鱼 所造成的威胁 所以他们不会点鱼翅汤 其实鱼翅是无味的 它本身的味道都是来自 基本上都是来自汤地 所以厨师也专业地研发出一种 跟真正鱼翅汤相似的一种糖品 来以取代这个鱼翅汤 而这个汤的名字叫做鱼翘泄露根 当前鲨鱼面对危机了 我们要多加保护 我们可以拥有我们的文化 而不伤害我们的环境 鱼翅也过时了 但是对沙巴海域中的鲨鱼而言 时间已很紧迫 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现在是鲨鱼保育的关键时刻 我希望到6月份的时候 能够在沙巴的所有海洋公园 正式成立面积广达 200万公顷的鲨鱼保护区 我们可以承诺停止 我们可以处以分力保护鲨鱼 就是我们能为下一代 做的最大贡献 让下一代跟我们一样 能够享有在海洋中 看到野生鲨鱼的美好特权 将来我要看到真正的鲨鱼 在海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